第301集 諾不思熟 上次說到 我和默然進入了一個花瓶之上的畫中世界 居然讓我們發現 這裡的那位大王子 原來是肥佬 我們幾經周知才找到他和他見面 一見面 肥佬問我們 說我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我反問他 應該是我問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肥佬又開口開口 過了一陣才跟我說 叫我跟他來 於是我和默然就跟著肥佬 七轉八轉 進入房裡裡 一進去 肥佬就仰仰仰手 跟著我們的工女和太監全部出去 然後就關孔門 我等到那些人都跑完 就笑著和肥佬說 好食啊 肥佬 還要做大王子 還夠爽了 肥佬就看著我騎的聲音 可能是鬼鬼誤才說 你到底怎麼會出現在這裏呢? 那個肥佬就坐下,拿起搬茶一口,然後慢慢地說 自從你被那個盛情的老爺搏暈了之後,他是想對我下手 幸好我師父教過我的東西,如果不是的話,我四個老爺搏暈了 但他怎麼都不肯放過我,拼命地追我,我拼命地向北走 見到他沒有追過來,我就想出去 殊不知那個地方,走來走去,那些花草、樹、鳥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怎麼都走不出去 最後我找到一個山洞,又找到一個奇怪的花瓶 剛剛用手碰一碰,十一聲,吸了我進來了 後面的事你們都清楚了,我不用說了 我皺一皺眉頭,心想 情長鬼這個壞人,不僅想殺我,還想殺肥佬 我又問肥佬了,肥佬,那你有沒有冰清雪蓮的線索? 肥佬在袋裡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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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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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 那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肥佬平時 一開口,一不是粗口 一不是有識的段子 怎麼看都不只一個有學識的人 這種這麼奇怪古怪的文字 他居然認識 肥佬可能看得出我在想什麼 一路翻譯 一路就說 嘿嘿嘿 喂 一到來 假假的 做了個王子 是吧 那這裏的文字 你都不懂 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我好用心去學的 其實是不難學的 我按一按頭 收好一張地圖 就跟肥佬說 喂 既然拿到地圖 要找兵器 誰的肥佬放下茶杯 又跟我說 呃 你們去啦 我不去吧 等等 你不是做了大王子 做得过癮 不想走嗎 當然 當然,留在這裡做大王子,過多幾天皇帝也有得做 萬人之上,想到都開心 你傻的嗎?你不是不知道這個不是真實的世界 這個世界不需要我們的,你又在搏什麼? 你知不知道,過多九個小時,你會死的 你不用嚇我,這招對我沒用的,我覺得這個世界不錯 我又不用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了 又不用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殺我 而且皇子,皇帝,個個都聽你用 江山也有,靚女也有,做人都是為了這樣 還有,一場兄弟,如果你留下,我封你做國師 那你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我們兩兄弟,享盡齊人之福 算吧你,我沒這麼興趣 我不知道怎麼說你好,你沒得救了 老實說,我真的很心痛 我小想不到,肥佬他會沉迷在這個虛幻的環境之中落不思索 我還想再勸多他兩句 旁邊的麥賢就拖一拖我,對我拖一拖頭 然後就跟肥佬說 好吧,那我們在你這裡休息一天 你呢,準備一些路費和馬給我們 我們明天就走呢 那沒問題,我幫你搞定吧 說完,肥佬就拖一拖手 很快有兩個宮女走進來 帶我和麥賢去睡房休息 我一路走一路小小的說 喂,麥賢,我們真的不理肥佬 啊,扔下他在這裡 你剛才也看到了 他在這裡過得很開心 他根本不想離開這個世界 不是我們不理他 是根本理不了他 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個世界幾美好的 風和、日麗、民風、順坡 誰不知見到肥佬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才知道這個世界的可怕 人一旦有野心 就怎樣也收不住了 肥佬就是這樣 我甚至懷疑 在這個世界,會擴大人的野心 令到人性醜陋的一面暴露出來 所以我越想 就越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怕 我和麥賢去睡房門口 肥佬都算貼心 幫我們一人準備了一間房 麥賢的房自然就在我旁邊 所以我推開門 一推開門就看到 為什麼房裡頭 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呢 我再灑一灑 麥賢已經走到隔壁的房間 又看一看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慢慢向我走過來 對我走出一個禮 然後想射上來 我心想 哇 你這個死人肥佬 你不是敢宜我嗎 但是 麥賢就在我旁邊 你真的想宜我的話 麻煩你把她的房間安排看遠一點 我裡面有什麼動靜 她什麼都聽到的 對不對 我在胡思亂想的時候 突然感覺到 我的嘴子被人塞了東西進來 然後那個女人又向我走一走 然後走出房間 我馬上關上房門 把嘴裡頭的東西吐出來一看 噢 是玻璃珠來的 玻璃珠裡頭 好像又塞著一張紙 肥佬要搞什麼呢 我馬上 找了個磚 一下砰爛那個玻璃珠 裡面把紙也被我拿出來 肥佬這樣做 很明顯就是有事不想讓其他人知道 只是他不想讓誰知道 我心想 難道是麥彦 於是我打了一張紙一看 紙上邊只有六個字 黃城門口一見 和肥佬做朋友這麼久 他手指歪歪歪稱我好認得 這張紙是真的他寫的 我代起張紙 心裡還在想這個問題 肥佬是否想瞞著麥彦呢 既然是這樣 我單刀附會算了 我側起耳朵聽聽隔壁屋的動靜 水靜何飛 我側起耳朵 默然應該沒有發現這個女人的存在 我靜悄悄關上房門 一個人走出了皇宮 走向皇城的門口 但是說起來 去到門口的時候 一個人都不見 我心想 是不是那個死肥佬又玩我一回 再找不到人我走 就在我準備走的時候 突然間 旁邊衝了一個人出來 一下掩住我的口 然後出行力地 拔我到角落頭裡 我拼了老命地拼開他 剛剛上大叫救命啊 肥佬的聲音在我耳朵傳了過來 好了 你這麼大力 我叫你來這裡 當然是我拔你了 我咬下頭 肥佬呢 就鬆開我 和我坐在地上 我就說了 喂肥佬 你側上靠海 找個女人這樣對我 還有 那顆玻璃珠你想給我 有九萬多種方法 我現在不必一定要嘴對嘴 手交手都不行啊 你傢伙是不是做這個王子 做到你鎖了 肥佬呢 看著我就站著笑了 嘿嘿嘿嘿 喂 你一場兄弟 我這麼做的想忍一下你 好了 沒來正經 叫我來有什麼事啊 快點說我好眼睡啊 想回去睡 睡完之後明天就走啊 肥佬呢 就深呼吸了一口氣 然後慢慢 拉到手上的三袖 我雙眼看著他的手 心想 你究竟搞什麼啊 當肥佬拉起兩隻三袖的時候 我才發現 肥佬雙手呢 起了一些很奇怪的花紋 而手上的肉 已經開始腐爛 甚至乎還有一些臭 嚇到我大驚失色了 我問他 喂 肥佬 這隻手 怎麼會這樣啊 究竟肥佬的手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又肯不肯和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302集 真假地圖 上次說到 肥佬呢 就洗開默然 叫我一個人去城門那裡跟他見面 去到之後我看到 原來肥佬的手 已經起了很多奇怪的紋路 而且那些肉還開始腐爛 甚至乎還開始發臭 那我問肥佬 他的手為什麼會這樣啊 肥佬就跟我說 在這個世界裡留得太久 你的身就會起很多這些花紋 花紋越多 你的肉就會爛得越厲害 最後就會死 喂 你既然知道是這樣的結果 為什麼你剛才還跟我說 我可以留在這裡做皇帝啊 做皇帝真的這麼厲害嗎 沒命都沒問題嗎 哎呀 你以為我真的很想留在這裡嗎 我肯不得快點走啊 這個地方是怎樣我更清楚的了 比你想像中更可怕啊 我真是不知道肥佬什麼時候說真 什麼時候說假了 肥佬這個時候呢 又跟我說 喂 不是吧 你這麼聰明 不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真是不知道你什麼意思啊 你說啊 唉 真是傷心 我還以為我們之間很有默契呢 我至少要跟你說 我想留在這裡做皇帝 那當然是想避開某個人的啦 如果不是啊 我大大聲說我要走 分分鐘現在死了啦 喂 不是吧 你想不讓誰聽到啊 不會是 墨賢吧 沒錯 就是他 喂 你有沒有搞錯啊 墨賢怎麼會害你呢 我一說完而已 肥佬竟然一巴打到我面上 拍一聲 好鬼響 立即是動五個手指印 嘩 怒到我幾乎想打回他 怎麼知道肥佬呢 一下子按著我就說 你呀你呀你呀 你真是死蠢啊 你知不知啊 其實真正的程章鬼做了死了啦 帶我們入山那個呢 不是程章鬼來的 帶我們入山那個 是你舅父啊 肥佬一說我整個人吐在那裡 程章鬼有沒有死到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你說假扮程章鬼的這個人是我舅父呢 我真的很難相信啊 我問他了 好啊 你說真正的程章鬼死了嘛 是誰殺的 哼 說出來你一定不相信的 就是墨賢殺的 肥佬 不要什麼都拿來開玩笑啊 我不覺得好笑啊 你覺得我這樣像開玩笑嗎 我從來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說的句句都是真的 所以你剛才大大聲又說不走啊 做皇帝啊 全部都是假扮東西 假扮給墨賢看的了 嗯 還有啊 石洞上面的五個棺材你見不見到啊 我見到啊 那程章鬼死的時候的樣子你記不記得啊 你有沒有留意到墨賢當時的樣子是怎樣的啊 程章鬼是怎麼死的我記得清清楚楚 他被一把長劍插正心口死的 那我將我見到的和記得的東西呢 一五一十個給肥佬知道 肥佬就跟我說了 那你想清楚點啊 插死程章鬼那把劍 是不是好像墨賢拿著那把啊 那 那 想到這裡 我就想起 墨賢當初見到程章鬼在棺材裡面呢 他的表情都很震驚 這個時候 我的心呢 你都開始懷疑在墨賢上來了 肥佬就問我了 怎麼樣 現在相信我了 我心呼吸了一口氣就說 但是 根本不可能的啊 墨賢他為什麼要殺程章鬼呢 再說你說把劍 這些劍差不多了 不可以肯定是墨賢的 你當初認識墨賢啊 是你舅舅介紹你吃的嘛 是不是 你舅舅和墨賢呢 其實是同黨來的 他們佈了一個很害怕的局 我不信 墨賢他不會這樣做的 沒錯 他是鬼這件事 他騙了我 但是他絕對不會和舅舅一起 加上來 想害我的 你怎麼搞的 唉呀 你這個人有沒有搞錯啊 你 被個美女電一電 你就溫頭轉向了 老爸姓什麼都不知道 我真的沒眼看你啊 肥佬說完呢 就抱一聲 躲在地下 看著我 不知道在想什麼 過了陣 肥佬又掏了一張地圖出來遞給我 然後就說呢 嘩 醒來的 這張是真正的冰鎮雪蓮地圖 之前那張是假的 這張地圖你自己代好啊 千萬不要被墨賢見到 我看了肥佬一眼 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一時間就給假地圖 一時間就給真地圖 我才覺得自己的腦不夠用 然後我問他 那接下來你想怎樣 是不是真的想留在這裡 看著自己全身腐爛啊 肥佬呢 就在地上拿起一塊石頭 然後起石地畫上來 我看了一會 原來肥佬呢 是畫著一朵花 我問他 喂 做什麼呀 回答我啦 畫什麼呢 你如果找冰鎮雪蓮的時候 看到這樣的一朵花 你摘它下來 因為冰鎮雪蓮 其實只不過是引子 這朵花才是真正的主角 這朵花 什麼顏色啊 呵呵 名字很漂亮 七色花 七反花反 每一個花反 都是不同的顏色 老實說 這朵花的名字 我除了在卡通片裡 就沒聽過了 不過見肥佬說得像層層 我在心裡就記得了這個名字 然後肥佬又再叮捉我了 不要說我尋味 說多次都要的了 千萬不要把我跟你說的這些事 告訴冰鎮雪蓮 你拿到七色花之後 你一口吞下肚 吃了它 為什麼要吃了它呢 哎呀 你迷民那麼多 我叫你做你就做吧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 就走走了 走的時候 還要小心謹慎 到不停地看周圍 怕死有人突然出現 等肥佬走了之後 我才站起來 回到自己的房間 經過墨然間房間的時候 我還特地停留了一下 又留心地看入面 只見裡面的燈已經關了 我想墨然應該睡了吧 就回到自己的房間 睡上床 開始在想肥佬跟我說的這番話 雖然他的這番話 我不是那麼願意相信 但是的確所有事情 又巧合得過了龍 墨然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我信任呢 我開始沒什麼抵氣了 到第二天 墨然敲門叫我 叫我過他那邊 我走出去見到他 不及望多兩眼 墨然笑著跟我說 幹什麼 我面上邊有些什麼 神噪流流 就看著我 那你生得漂亮 當然是望多兩眼 這時候 有個太加密過來 跟我們說 說肥佬想見我們 我叫他帶路 一路 直到肥佬住的宮殿裡頭 現在的肥佬 大無私樣坐在床上 左手又抱著一個美女 右邊又抓著一個美女 那個樣子 不知多猥瑣 看見我們進來之後 他才慢慢站起來 然後吩咐了身邊的太監幾句 那太監走過來 又遞了一些銀兩給我們 在給我們錢的時候 肥佬還對著我 那肥佬還對著我 猛地在咬咬咬 我心中有數 特地走到他身邊 大大聲地跟他說謝謝 肥佬呢 就詐詐地跟我依依不捨 然後在我耳邊小小聲地說 第二個元寶裡頭 有些東西 去到冰山再打開 說完之後 肥佬就馬上退了幾步 看著墨然 哈哈大笑 我被肥佬搞得莫名其妙 不過 就在代銀兩的時候 特地把第二個元寶 分開了袋 肥佬又交代了太監幾句 然後就轉身不理我們 繼續去左擁右抱 那個太監又帶我們選了幾匹馬 只有一條路 叫我們離開 我上馬之後 原本想著把肥佬給我的 真地圖給墨然看 後來呢 我還是決定 先收起來 畢竟肥佬千丁萬粒 叫我一定不要給墨然看 把圖也是他給我的 那順他意 騎馬的時候 我還特地 趁墨然不為意 把兩張地圖 靜悄悄地拿出來對比過 大奇 這兩張地圖 上面畫的東西 居然是一模一樣的 既然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會有真假之分呢 肥佬他不是玩我吧 但是當時肥佬的表情 這個地圖真的很嚴肅 一點都不像玩的 我把假的地圖 遞給墨然 然後細細說 墨然 你覺得 這個冰山的位置 應該在哪裏 墨然拿著地圖 回來覆去看了一陣 眉頭開始皺起來 但是 臉色也有點難看 我看見墨然這個表情 我還以為 他已經發覺這張地圖不對路 不過墨然一開聲 我便鬆了一口氣 墨然說 奇了 這張地圖顯示 冰山距離黃城 不是很遠的 但是我們都走了這麼久 一點都不覺得冷了 難道我們走錯了方向 如果不是墨然說了這個問題出來 我便忽略了 按道理 一座這麼大的冰山 越走近它 應該是越冷才是 但是現在我們一點感覺都沒有 墨然又說 我們可能要加快速度 在黃城裡頭留了兩天 不能再拖了 在畫裡頭留了兩天 就等於外面的三個鐘 我咬了咬頭 和墨然 打了兩下馬 一隻馬就飛快地向前跑過去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順利地 去到地圖上所示的雪山呢 而肥佬所說的真地圖和假地圖 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303集 冰山沉花 上次說到 墨然和我 離開了黃城 沿著地圖 去找那座冰山 但是怎麼找都找不到 墨然就說要抓緊時間 因為在畫裡留兩天 就等於外面那三個鐘 我們再繼續找到 過了半個鐘頭 墨然指著前面叫我看 一看我就發現 在他們面前 真的有一座很大的冰山 而冰山的四周圍 都是白雪海海的景象 墨然小聲地說 蛤 這個花春真是不簡單 竟然可以搞出這麼厲害的冰山結界 不是吧 結界 怎麼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在這個世界裡 還有一些很厲害的人 比我們那裡多很多 好啊 陸馬呢 我們爬上去 墨然下了馬 然後呢 拿出一件口衣 遞給我 我心裏就想 墨然想得真是周到 你說如果一上去 好凍的時候 沒有一件口衣衣衣 容易凍僵的 就是這樣 我和墨然 一路走到冰山那邊 一到山腳 怎麼會呢 我就感覺到一股冰冷的寒衣 傳聞了我全身 我忍不住打了個冷震 掩了一句 嘩 好凍啊 凍的話 就穿一件衣衣 小心點 這座冰山看上去有點古怪 我咬一咬頭 撈起那件衣衣 跟著和墨然一起爬上冰山 墨然雖然說這座冰山有點古怪 但是我又感覺不到 我們爬下爬下 爬到一半 都沒有發現有什麼奇怪的事情出現 在上山的時候 我還到處看 因為我想找一下 究竟肥佬所說的那棗七色花 又沒有出現在這裏 但是 找了一陣子 我就很失望了 事關這座冰山 整座山都是冰雪 你別說花 找一條草都沒有 說回來 這座冰山其實也不算很高 目測大概三十多四十米左右 不過呢 面積就很大 就是 我們繼續向山頂爬 還差一點點到頂的時候 墨然突然轉眼看了我一眼就說 喂 剛才是否你拔我的腳 我另一頭 心裏便覺得有點古怪 我一直在這裏專心爬山 一眼兼且尋花 根本沒有碰過墨然的腳 墨然見到我另一另一頭 語氣都緊張起來 是這樣的 小心點 我剛剛想應墨然 墨然就好像踩到一個洞一樣 整個人在鄉下跌 嚇到我 馬上撲過去 一撕 給我撕住墨然的三頂 我還想用力的他上來 但是 洞裡頭 好像有股吸力一樣 就連墨然帶我 一起就帶了下去 啵一聲 我和墨然兩個 就跌了到洞底 這個洞 至少有差不多四五米高 就這樣跌下去 痛到我半天都站不起來 不過好在 沒有雙筋動骨 至於墨然 練過的 落地那一刻 輕輕鬆鬆 我擔高頭看著那個洞 嘆口氣就說 嘩死了死了 看著四五米高 怎麼上去呀 剛才好像是有東西拉著我的腳 我才跌下來的 快點找一下 看看那個洞裡頭有什麼 我聽到墨然這樣說 那我就周圍看了 我看到在我和墨然的前面 有一個冰池 水都已經結冰了 我指一指 墨然叫我過去看看 我走到冰池邊 用手敲一敲冰面 嘩 非常之厚 我想去別處看看 正當我想走開的時候 我眼尾的余光 就瞧到冰池裡頭 好像有些什麼 那我向她看真點 一看就嚇了我一跳 原來在冰池裡頭 居然是凍著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呢 穿著一身青色的衣服 凍著冰下面 所以一時之間 我根本留意不到 墨然見到我這麼奇怪 後來看著冰池 走過來問我 喂 你做什麼啊 墨然 你看看 冰池下面 有個女人 墨然過來 看一看冰池下面的女人一眼 然後呢 又伸手 輕輕地敲著冰 敲了幾下之後 墨然就皺起眉頭跟我說 我們再走呢 這個女人 凍成這樣 一早就死了 我又說了 但是當我再看到這個女人一眼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女人居然睜大眼 她的瞳孔都是青色的 立刻嚇到我倒退了幾步 墨然就問我做什麼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就說了 墨然 那個女人 睜大眼了 不可能的 你是不是看錯啊 墨然也看過去 墨然也看過去 當她看見這個女人的眼睛張開的時候 臉色都變了 一聲 在咒裡頭 抽一把長劍出來 她一拿出一把長劍 我就醒了你肥佬那句話 我留心看著墨然那把長劍 不知是營住還是什麼原因 我越看越覺這把長劍 和殺死情長鬼那把真是很像 我借一點問 墨然 說回來 說回來 這把劍 很有型 很漂亮 你有沒有同款 有的話 送給我 蛤 你當這把劍是什麼 全世界只有一把 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不如你真的喜歡的話 我就送給你 不是吧 全世界只有一把 難道情長鬼 真是墨然殺的 我越想越不對勁 不過見到墨然 很誠心地把劍遞過來 那我耍手劍令頭 陪著笑說 嘿嘿 我講一下而已 不用這麼認真的 正所謂 君子不奪人所好 這把長劍是你 你又這麼喜歡 又是你的防身力氣 我不會要的 還在兵裡頭 拿他的屍體出來 哼 我說了給你的 你真的不要嗎 你都說不要了 我一路轉頭 一路走開兩步 說真的 我讚他把劍也是為了試試墨然的 我什麼劍法都不懂 拿來做什麼 那墨然沒有出聲 走前兩步 然後用長劍 對著冰池 慢慢揮舞 我真的相信墨然所說的這把劍 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因為他每砍一劍 把劍都砍得很深 沒多久 墨然就叫我過去 叫我和他一起 把這個凍在兵塊裡的女人拿出來 我走過去 蹲下 知道墨然已經把這個女人身旁的兵塊 砍到七零八落 他身體某些部位已經拿出來 我蹲下 抓住這個女人的肩頭 一碰到他 我感覺到 真的很冷 我不知道他冷在冰池裡冷了多久 然後 我和墨然 一邊削冰 一邊拔 我真的把這個冷在冰裡的女人拿出來 然後墨然就說 這女人一早就死了 你說她雙眼睛大 可能是一些特殊的情況 我反了這個女人的眼皮 看一看她的瞳孔 沒錯 的確是死了 然後 我就問墨然 知道為什麼 她會突然冷在那裡 墨然就沒有說話 而是向著剛才的地方走過去 走到我們把那個女人搬出來那裡 然後伸出長劫 向地面一刺 刺下去之後 墨然的面色就變得越來越認重 我知道一定有些事 所以我走過去 問墨然究竟發現到什麼 不過不用問 我走到低頭一看就看到 原來 下面 擺著一個正方形的盒 大小就跟我們的手掌差不多 墨然就吩咐我退開一點 我馬上退後幾步 然後墨然伸出長劍 對著盒的中間一刺 刺了過去 在刺到盒的時候 聽一聲 很清楚的撞擊聲就發出來 然後 無數細微的聲音響起 墨然打開一聲 趴下 然後她 馬上趴在地上 經過幾次的冒險 我反應已經很迅速了 在墨然出聲的那個瞬間 我都啪一聲地 捕在地上 然後 我看到 那些聲音 是盒裡飛出來的 飛飄破空的聲音 我呼一口大氣 問墨然 不是吧 還有機關嗎 你小心點 墨然跟我說一句 然後呢 就圍著那個木盒 走幾圈 她一時之間都沒有伸手 去拿那個木盒出來 而是用劍不斷去刺木盒 隔離的那些石頭 冰塊那樣 很明顯 墨然都怕有另外的機關 當她走了幾圈 將木盒附近的地方都試勻曬的時候 她才長長地出了口氣 然後污下身 將那個木盒 拿了出來 究竟這個木盒裏面是甚麼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304集 冰屍木盒 上次說到 我和墨然 兩個跌了到雪山上的一個冰洞裏頭 然後在裡面的冰池那裏 就看到了一具 已經凍僵了的女屍 在女屍的身下 又找到一個木盒 墨然拿到一個木盒之後 就吩咐我 叫我小心點 我又拿一個木盒 跟墨然說沒事的 然後呢 伸手打開了它 一打開木盒 我就聞到在木盒裏面 散出來的一股味 這股味是很臭的 甚至乎臭到我懷疑這個盒 是不是在屁股裏撈出來一樣 我一路打開它 一路打開它 一路鵝了一句 說不是吧 這麼臭也好知道 墨然就說了 你剛剛打開 裡面的味道散出來 當然會有些臭的 你小心點 如果還有飛鏢射出來的話 你避不開的 我咬一咬頭 打開的時候 就更加小心 到我把那盒完全打開的時候 裡面根本沒有什麼飛鏢飛出來 這盒裡面 裝了一塊好像羊皮那樣的東西 我整盒遞給墨然 墨然接過來一看 臉色都變了 我問他什麼事 墨然就說 這張皮 不是羊皮 或者其他什麼瘦皮 他一路說 一路伸手 摸一摸一塊皮 嗯 是人皮 還有背部的人皮 這張人皮 是經過一些藥物的煉製 所以摸下去才會這麼粗癌 聽到墨然這樣說 我伸手去摸一摸這張皮 又真的 摸上去 有些科粒狀的 很粗癌的感覺 墨然繼續研究這塊人皮 只見他摸完又摸 看完又看 甚至乎 還拿出來紋了一下 接著 有一袋裡頭 摸了火機出來 打著火 去燒人皮的一個角 摸火 摸了這張人皮幾分鐘 什麼古怪的東西都沒有出現 墨然也覺得好奇 他說 奇了 如果這張只是普通人皮 不用收得那麼近 這個木盒 還用它冰屍壓住 我都充滿了疑惑 突然間我覺得 為何這塊人皮的樣子 和肥佬比我的地圖差不多 無論是大小還是形狀 都幾乎一模一樣 於是我把那塊人皮拿過來 親密而不為意的時候 你也不在一起 我偷偷地 摸了一封地圖出來 讀一下 真的 肥佬比我的地圖 和這張人皮的大小 真的完全吻合 我又摸摸肥佬比我的地圖 就連那種科粒狀的 粗鞋的感覺都一模一樣 但是 肥佬比我的地圖 有路線 可是這張人皮 沒有任何東西在上面 墨然轉頭 看一看我 我頻頻能能地把地圖拆回袋子 墨然說 我看過了 這裡周圍只有頭上的那個洞 沒有其他出路的 我們想出去 就要從那個洞爬出去 我爬了頭了 這裡有五米那麼高 根本爬不到 墨然說定點來 他有辦法 然後他用長劍 猛按砍冰尺 很快一塊塊的冰磚 就被墨然砍了出來 在墨然做冰磚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在冰師方面有點古怪 因為剛才 這副冰師被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他打平睡在地上 但是現在 他是瀑在地上的 那是不是墨然把這個冰師反了身呢? 墨然在做冰磚 我免得打擾他了 於是 我就走到冰師的旁邊 護帝身 把冰師反過來 一反過來 我就看到 在冰師的肚上 有兩個地方是完全沒有皮的 我把剛才那塊人皮和肥佬給我的地圖 拿出來 對一對冰師肚上 兩個沒有皮的地方 哈哈 形狀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是吧 這兩塊皮 就是由冰師這裡割出來的 我代到地圖 就拼命回憶 把冰師拿出來的時候的情景 不是吧 拿出來的時候 他的肚子上面 是有皮的 但是現在為什麼會沒有了呢? 我還沒想完 墨然已經砍了很多塊冰磚出來 他叫我 將冰磚 嵌高它 我心裏都覺得奇怪 這麼短的時間 墨然就砍了這麼多塊冰磚 接著我將冰磚 按照墨儀所說 在地上嵌高 然後 我們先爬上這座冰磚小山上 然後 再向上跳 拉緊個洞口 幾經辛苦 才在洞裡爬出來 爬出去之後 我下意識轉身 看回到山洞裡 黑奇 那句冰磚居然不逆而非 去到哪兒呢? 我隨便叫墨然看 墨然一路說 不可能一路轉轉頭 當他見到那句冰磚真的不見了的時候 他面上也流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他就說 奇了 那句冰磚明明死到直直 怎麼會不見了呢? 算了 快點走 不要再理他了 墨儀這樣說我聽 於是就跟著墨儀繼續向前走 時不時 我轉轉頭再看 走了十幾二十步 我在轉轉頭看的時候 還讓我看到 在山洞下面 那句冰磚又再出現 墨儀 雙眼看大 還要看著我 還要看著我 那些眼神實在非常奇怪 但墨儀就沒有理到我 他拿著那張地圖 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看一路想 雙眉打了烈 那我也不理得那句冰師 叫到墨儀身邊就問他 做什麼墨儀 是不是有什麼不妥呢? 嗯 這張地圖 有點古怪 我們按照他的路線 走了這麼久 來找冰晶雪蓮 但找的也找不到 我醒醒你肥佬跟我說 說他給墨儀這張地圖 不是真的這件事 肥佬還說真的地圖 是他後來給我的那張 但我對過了 這兩幅地圖畫的路線 一模一樣 怎麼會這樣呢? 雖然肥佬還吩咐我 那張真地圖 不能給墨儀看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 我想過了 還是要給墨儀看 因為我們倆一起 找冰晶雪蓮 我沒有理由 也沒有藉口 更加沒有任何本事 可以撇低墨儀 自己一個人去找冰晶雪蓮 再者這兩張地圖 其實我對比過了 我又覺得上面的路線 沒有一樣 你說不靠墨儀 我就算自己一個人 拿著那幅所謂的真地圖 我去找也是找不到的 想到這裡 我偷偷地 把那張真的地圖 放進盒裡 然後又用那張人皮 蓋住了肥佬比奧 那張所謂真的地圖 跟著呢 就特地拿個木盒出來 搞爹搞老整色整水了一陣 然後辦到很驚訝 大叫一聲 喂 不是呀麥兒 你過來看看 這裡還有一張地圖 麥然立刻走過來 我把木盒遞給他 麥然呢 打開木盒 一掀 看到肥佬給我那張所謂的真地圖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 咦 剛才看過來了 為什麼 木盒裡還有一張這樣的地圖 他一邊說一邊看著我 我還以為我被麥然發現了 所以 有點心去不敢看他 麥然又說 你在哪裡找到的 我指一指 木盒底部就說 哦 我原本覺得這個木盒很古怪 又有什麼機關 那我一路走一路看看 還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想不到 裡面還藏了一張地圖 我不管麥然信不信 總之先找個謊言 先說了 麥然說了頭 看他的樣子 就不像有懷疑我 他說帶我找到一個 沒那麼大風的地方 拿著一張真地圖看 看了一會兒 麥然的面色 也變得很古怪 他說 咦 這張在木盒裡找到的地圖 和肥佬比奧的地圖 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說 又說做戲的造傳套 我們都很配合地 裝了一副很驚訝的表情說 是啊 真的一模一樣的 嗯 這樣就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呢 過了一會兒 麥然叫我 把木盒裡的人皮拿出來 然後麥然 就把人皮 放在那張真地圖上面 然後 在地上隨便拿了一堆雪 又把雪塗在地圖上面 等雪都溶得七七八八 麥然咬穿手指 滴了幾滴血在人皮上面 當麥然把血滴上去的時候 我很快就看到 在人皮上 多了一條線路出來 不用審了 這條線路 才是真正可以找到冰晶雪年的路線 麥然很開心地 先收一張地圖 手上 抓緊那張人皮 原來真正的地圖 是這張人皮 我真是想不到 一張地圖搞到這麼複雜 先是一張假的 再是一張所謂真的 但原來這張真的 還要配合木盒裡的這張人皮 才可以顯現到真正的路線 你說真是被一個IQ低的人過來 都找不到這條這樣的路 那究竟我和麥然可不可以按照這條新的路線 找到冰晶雪年呢 我們下集再講 第305集 七色花 上次講到 我們用在木盒裡發現的那張人皮 和肥佬比我那張 所謂是正確的地圖 拼在一起 得到了一條 找冰川雪年的真實路線 而看這條路線 麥然就說 是一直上山的 於是我和麥然一起 跟著這條路線 向山頂走過去 越爬上去 我就越覺得呼吸困難 當我們爬到上山頂的時候 我到處找 但是 無論是冰川雪年也好 又或者肥佬吩咐我 要我留心點找一下 看見不見到那種七種顏色的花 也好 我什麼都見不到 這裡 除了冰雪 還是冰雪 我問麥然 我說 喂 不是啊 麥然 怎麼找都沒有 麥然 就把人皮地圖放在我手上 然後 自己周圍看了一陣 耳朵 又貼在地上 過了一陣 麥然起來跟我說 好吧 你走開一點點 我退後了幾步 麥然 探了幾張靈符出來 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 貼好靈符 然後呢 又在冰山這裡 拿了很多炸雪 將雪 弄成圓球 又佈置了個八卦圖出來 然後麥然 又在懷中 探了一大堆靈符 噴了聲 急急如律令 接著 將靈符 全部撒在太極圖案上 當那些父子撒上去之後 坐冰山突然之間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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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原來都很低層的光明聲 而我們踩著的那裏 突然之間裂開 我和麥然兩個人 立即向下跌下去 唉 我現在的腦裏面 就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死定了 喏 就這樣搭下去的話 那真的實死沒有生 但這個時候 我聽到麥然學了一句 抓住我 我手一伸 在跌下去的時候 就抓住了麥然的一隻手 麥然另一隻手一扔 一把長劍一聲 插一聲 插入冰山的山壁 接著 那把長劍 好像開豆腐一樣 一路向下跌下去 喏 麥然和我 吊了一把劍上面 很快 我們下降的速度 就被減緩了 到了差不多到地的時候 麥然就鬆開手 一個空翻 很輕巧地 就落在地面 不過我就比較狼狽 落地的時候一打 都還有整個躺在地上 好在有麥然用把劍 插入冰壁這裡借力 如果不是我和他 分分鐘變成屎餅 我摸摸自己 達到很痛的屁股 看上頭頂 嘩 這次跌下來的這個洞 和之前我們跌下去的那個洞 真的差天共地 之前那個最多 五米六米左右高 現在這個呢 大大話話 有三十多米高 就算淋再多冰磚 我們也上不去 我轉頭和麥然說 麥然 今天我們 實死無生 但麥然一點都不擔心 他說 剛才我們跌下來 是因為冰山頂上 有一個陣法 陣法一破 冰頂上的冰層就爆開 他可以爆開 就說明這裡 有上去的路 甚至 有直接出去的路 都未頂 你不用這麼擔心 拿著電筒先 麥然一路說 一路丟了電筒給我 我打開電筒 周圍地看一下 原本這裡 都不算太暗 不過有了電筒更加好 但是 我照過來就發現 在這次的冰洞下面 居然有很多棵樹 這些樹跟外面完全不同 是倒轉來生的 他們的樹根都漏出來 反而樹藤的樹葉 就埋在冰山裡面 按照科學的說法 樹根都漏出來 這些樹應該一早就死了 但是 看上去的樹還是青青綠綠的 不像死了的樣子 我問麥然 我說 麥然 那些樹 這麼怪 麥然就說 別問這麼多次 跟著我 然後我跟著麥然 走到一棵樹的旁邊 麥然拔出牆肩 一下 就擠入一棵樹裡頭 然後一拔 嘰 一股青綠綠的液體 有樹幹裡頭噴了出來 一噴出來之後 我就聞到一種 很酸酥的味道 麥然就很凌重地跟我說 是長生樹 蛤 長…長生樹 什麼來的 難道這些樹 是長生不老的 麥然笑一笑說 看來 我們來我們要找的東西 已經很近了 說完之後 麥然收回長劍 又交代我 跟著我身後邊 千萬不要亂走 現在你關了個電筒 拔緊我衣服 跟我走就行了 我聽了麥然的吩咐做 麥然帶著我 一路向前走 越走到處就越黑 原本我還可以見到麥然的身影 但是 走多幾步 我根本見不到麥然 手上 拉緊麥然的衣服走 突然間 我感覺到 我肩膀 有東西輕輕拍了我一下 當然 我沒有回頭看 然後麥然就跟我說 開著電筒 我立刻打開電筒 就在開著電筒的那一瞬間 我看到 一道白色的劍影 在我眼前掠角 然後啪一聲 我身後響起了響聲 我轉頭一看 原來有個小丑面具 被麥然的長劍刺穿了 跌在我腳下邊 我很好奇地蹲下 想撿起面具 一路撿一路還問 嘩 這是什麼 怎料麥然一下拔著我 手上的長劍又刺了出去 看 那把劍快要刺到面具的時候 在那面具的嘴裡 突然間 一條長利伸了出來 一前 前著麥然把劍 麥然的長劍一領 直接把那條利斬成兩折 然後麥然學了一句 哼 他是我的 你們最好不要惹我 然後那個面具就沒有動靜了 麥然就跟我說 這是一些低級的鬼魅 幻化出來的形狀 如果你剛才撿起的話 他的舌頭 就會刺穿你的喉嚨 讓你變成乾絲 嚇到我情不自禁地 摸摸自己的頸 好在剛才麥然拉著我 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這個時候 那個小丑面具已經不見了 我拿起電筒 照一照周圍 看看看看 我簡直是一種錯覺 我覺得 這裡 不是冰山的底部 而更加像一個茂密的山林 因為周圍實在太多樹了 全部都是麥然所說的長生樹 那些樹根 多得嚇死人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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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有七八米,我無法摘,想摘到它,就只能求墨然 我借點耳,向墨然說一句 墨然,你看看那裡,有朵花,挺漂亮的,你可不可以幫我摘下來 墨然一見到那朵花,馬上轉頭看著我,笑騎騎地說 說了,做什麼,是絕情花來的,你想摘它來做什麼 不是吧,墨然你說那朵花叫什麼 絕情花,七色絕情花,據說,吃了這朵花,你會忘記你今生所愛 怎麼樣,你是不是想忘記我 我馬上耍手劍令頭就說,不是,哪裏是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絕情花,不絕情花 我就覺得它好像挺漂亮的,想摘下來看看 說完之後,我心想,你這個死肥佬,又對我說不說 肥佬跟我說,叫我一摘到那朵花,就馬上吃下肚子 還要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墨然 如果這朵花不是生得那麼高,迫著我要求墨然幫我 我真的很有可能看到它吃下肚子 自此之後,我就忘記了墨然 怎麼辦 肥佬不是那麼毒,想我和墨然永遠分開 肥佬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墨然有沒有幫我摘這朵七色花呢? 摘下來之後,我又有沒有吃下肚呢? 我們下集再說 卡拉Ya 需要ㄧ門 不停 需要 三公斤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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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